花莲县警察局落实110年加强重要节日安全维护工作 经过好几个月侦查是以秋信主席为首的天道蒙太阳会成员 动辄纠重之势 逞凶斗狠违汉到花莲民众的安全 因此警方锁定了秋信主席的行踪 1月28号清晨持拘票和搜索票把一干犯嫌拘捕到案 并且由检察官向法院申请羁押主席等三人获准 花莲县警察局为了落实110年加强重要节日安全维护工作 让县民可以安心过好年 也贯彻执行扫黑气毒打炸当前三大治安主轴 经过几个月侦查锁定了以秋信主席为首的天道蒙太阳会成员 并且在1月28号清晨持拘票及搜索票将一干犯嫌拘捕到案 并搜索查扣天道蒙太阳会组织制服 求棒 毒品 卡他命等物 本案经过报请台湾花莲地方检察署 林余妹检察官指挥侦办 经过数月侦查锁定犯嫌行踪 在1月28日清晨持拘票 搜索票 将一干犯嫌拘捕到案 并查扣天道蒙太阳会福祉13件 求棒 还有毒品 咖啡包等证物 又在太阳会的据点等处执行搜索 扣得供犯罪所用的求棒一批 毒品 卡他命等 并且查扣作案车辆 全案以涉嫌违反组织犯罪条例 杀人未遂 恐吓 伤害 妨害 妨害秩序等罪嫌 解送至台湾花莲地检署侦办 并由检察官向法院申请积押 邱嫌涉嫌在109年因固持求棒等器械 砸毁某中古车行陈列贩售的数量汽车 又率众前往公园斗殴 过程当中造成一死一伤 犯后邱信主贤等人四处逃逸躲避查器 案经报警花莲地检署指挥侦办 经过几个月侦查 锁定了邱信主贤行踪 将一干犯嫌拘捕到案 并且由检察官向法院申请积押主贤等三人获准 大华人新闻总和报道